在面部上的痣非常重视 认为这些痣所拥有的含义 会影响自身的财运 事业运 事实上不仅仅是长在脸上的痣 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位于身体四肢躯干等部位上的痣 也有着相似的含义 那么长在背部上的痣象征着富贵吗 长在肩膀以及脖子连接位置 也就是肩胛骨后方的痣 能够展现出其人所拥有的才学才华 非常出众 这类人天生擅长学习 且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 很擅长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提高自己的学习 以及工作能力 在工作之后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出色的工作再加上懂得努力的态度 使得七人在工作中 有着出色的发展前景 长在后背脊椎尾部的痣有着类似的含义 这颗痣在相学中被称之为归尾痣 因为其所在的位置就是脊椎的尾部 而这颗痣所拥有的含义也是相当出色 象征的是七人在职场 官场上能够取得出色的成绩 拥有这颗痣的人不仅仅头脑精明 且善于交集 有着八面玲珑的手段 生活中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相当出众 正是凭借这一能力 他们才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位 位于右肩胛骨下方 靠近脊椎位置的部位 如果长有痣的话 那么可以体现出七人的十分出色 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名有钱人 这颗痣还有着十重痣的称呼 而十重痣的就是古代有名的伤甲巨腹 如果一个人在这一部位长有一颗脊椎的话 就说明他们所拥有的财运很稳定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够有所收获 如果一个人后背的脊椎正中间位置 长有一颗脊椎的话 那么七人会获得十分出众的生活条件 从而有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以及出色的身体健康 更是能够获得较长的寿命 这可致预示着七人长寿 且有着极为出色的晚年生活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